《啤梨晚報》 逢星期一至五 六點至八點 主持 啤梨 林匡正 同你分析時事 狂追猛打 《啤梨晚報》 《啤梨》 好 還有第三節 我們不 Roux 介紹大家可以看到的 咦 是不是�� uncertainty 早上 ��集 咦 不 platforms retirement 四都是 Facet Majils 髮髒 前生 GC 2 筷髒 先戰 首先找 loved 뭔가 天命上來 看看才會發問 因為大家當時也有示意了 fodhold Сегодня 開牌 為甚麼你初初會來網台街 會講時事平門 為甚麼現在會自己嘗試開台呢 其實整個故事是很簡單的 因為我現在大家都知道 我舊他拿好很紅下的 但其實上當日是兩個生意失敗的人 真是沒有東西做了 然後我就心想 我們找些東西搞一下 適逢我們有一個友好朋友 然後我們一起看電腦 就上youtube看一些東西 就看到那些大陸答問題的東西 即是他問一些問題是很刁鑽的 在大陸 問甚麼刁鑽問題 例如蘇息第二個老婆叫甚麼名字 然後又有這篇文是誰寫的 這個號 即是誰叫喝水 百萬富翁那款 是啊 但他的問題是刁鑽很多的 OK 然後就發現 咦 我舊朋友和我很多都會答 然後就覺得 哇這些你懂的 你不拍片講就浪費了 蘇東波底的老婆都會答 這些就還沒去到這麼瘋的 然後那時候就搞個頻道 然後我舊朋友問我 你聰明甚麼 我可以講鹹片 然後他又聰明甚麼 他又聰明剪片 聰明拍攝 然後混在一起 就打算一開始講一些開心的東西 講一下電影講一些鹹的東西 然後直到大家都知道19年發生甚麼事 我還記得那一天 我舊朋友突然間有一天 即是我在一個 直播室寫過 然後舊朋友就奪門而入 就說 喂 要出一些突發的東西 然後說甚麼事 香港就是玩完了 然後就開始涉獵這個時政的那個行列 喂 你記不記得你第一次做節目是哪一年 19年3月 19年3月 咦 即是 和我們開台那一個月 是嗎 不是 但是我們不一樣的 我們第一個月很白癡的 我們第一個月 好像只有100個subscriber 然後那個feel數是100個feel 第一條片 還要是很多是那些 同事和朋友 是正在幫忙拆才拆到的 那有沒有叫那些人 關你系統的宣傳 我們試過在那些group上傳出去說 咦 現在香港有個人用廣東話說電影說 談片 大家去支持一下 然後被人blog了 是 去到後來幾時開始 會多了人接觸 那是關那個運動時的 嗯 即是一轉句說 他時事 嗯 因為大家當時氣氛都很刺激 還有我們都 坦白說 以前是比較獨特一些的 因為很多時候 好像康正卿你們 直播做視頻 我們一開始不是做這件事 我們一開始就可能某些專題 就抽出來 就寫稿拍片剪片 然後再出這個東西出來 嗯 那時候差不多每個星期 應該一兩集 那時候算是特別少少 叫做 因為將一些東西濃縮再濃縮 是的 那麼專注力就好像 就跟直播不一樣 是的 直播就可能聽得輕鬆一些 那麼分別 就可能在這裏 就有少少彈出來的 但平時已經有很多東西 都要花時間 然後再要抽時間 做剪片 那時候心不生氣 啊 全部都是 基本上是夠拋勒搞的 他很厲害的 是的 那麼再去到 19年 但是你 反而是喜歡 一開始要你們 可能始終一些人 是喜歡聽 時事的東西才多些 是 你本身都是喜歡說時事多些 還是說回閒片 娛樂東西其他東西 其實就什麼都有涉獵下的 是的 但是就 就是之前對這件事是很冷感的 因為就覺得很難作出改變 是的 就是那個體制 就是我們本身是很抗拒它 接著我們適應 最後我們依賴它 然後依賴了之後 就覺得都改變不了了 就由得它了 嗯 例如14年 14年就是大家知道什麼事 就是佔中 然後16年又大家知道什麼事 就是旺角 然後那時候的感覺都是 這件事跟自己的距離很遠 嗯 也都覺得是沒有辦法 做到什麼很大的改變 但是去到19年那件事 就很不一樣的 嗯 是的 特別是我自己身邊很多朋友 就叫做很激動 對這件事 也都是參與的程度很深 那自己就 啊就聽多了一個 而且最後要聽多了 然後就覺得 咦我可能對歷史一些物樂 又或者去一些國際的一些知識 可以融會貫通進去 那大家一起去講一下 嗯 這個不出奇 因為是 譬如我認識一些朋友 都是譬如一零年的時候 反高鐵 嗯 那時候很多很年輕 是 是突然間在那一刻 或者再早一點點 起貼街 嗯 皇后天星碼頭的保育 然後平時 以前小時候都不來 然後現在就會投入 我自己也是 在那幾年那個思想變化都很大 這些是每個人都必然經歷他的事 當然 有些人到現在都未經歷 有些可能一輩子都沒有人 就說 你們搞搞震 有些藍絲他思維 甚至 有些甚至 有些藍絲他不是 怎會和他們討論這些事 最重要我有錢賺 到沒有錢賺的時候 咦 那先可能會意識到 是不是有些問題呢 然後就要留意一下他少少 罵他少少 但是 可能去到有錢賺的時候 他的思維又會改變 是 是 是 那 19年了 去到後來 那 為何又會自己嘗試開台 你不怕 突然間 要自己突過台 真是不容易 一來 那 就糟了 我不知道能不能說 哈哈 可以 你自己過濾一下 過濾一下 就是 大家 人各有志 所以就分到揚票 這個 你問我在這麼多年 網台 是很平常的事 所以不需要擺心 那就自己出來了 是的 自己出來的時候 有沒有說要設定位 是怎樣的 其實很迷惘的 其實保持住個人 就是個人一開始 可能是十月中的時候 就叫做開那個channel 然後真的得起心歌搞 都要搞到第二年 一二月 然後才得起心歌搞 然後搞搞一下 然後就想多些東西 想多些東西 想做好些 但是就中間好像有一個位就是 第一 政治紅 不是這樣講 只是有點衰小 就是時間 時機不一樣 是的 就是那時候我自己跳出來再搞的時候 大家對政治的氣氛和情緒 就已經是淡薄了 是的 就是這幾年是不同了 還不跟你去看政治嗎 因為第一 很厭悶 第二就是 都有一些無力感 每一次都是經過14也好 經過16也好 經過19也好 經過19也好 那些無力感 有些人是會選擇逃避的 還要看這些 不要了 我現在做過港豬就算 或者有些人 又不知道發生什麼大事 這些人可能都會歸隊 但是未發生那件事 以前 就是16和19年 那時候 那些人都講到 沒有了 玩完了 不會再出現了 譬如你們現在去搞學戀 五年之內 香港不會再出現一些大型的抗爭 都會 就是連 一些看了磁士 這麼久的人都有這樣一句說法 但是永遠你不知道是幾時 但是 的確 19年到現在都已經五年了 到現在 那個氣氛 可能有些走就走 不是 你會不會覺得 你現在的觀眾群 即是有些人移民 有些人移民 有很多人留在香港 是 是會移民的 收聽你多些 還是留在這裡看你多些 我面對一些 可能我的台勢 或者觀眾朋友 是比較少的 因素 他們是屬於一些 就算有機會移民 都未必會肯走的人 嗯 因為我們 經常都說的就是 哇 個個都走了 那香港就沒有香港人了 嗯 這個真的 其實我都是 都是 有少少他這樣想的 很正常的 因為 其實我想 《安康正卿》你都說 你在問一個時間 你突然之間覺得 你是需要關心這件事 同時 香港這個社會 這個地方 建立那個連結的時候 其實是一種愛的 你愛這個地方 你愛這個家 你是不會想離開的 嗯 有網友 會不會 譬如說 做下巴 做下巴 是不容易的 你做下巴 要怎樣跟那個 本身的拍檔 要調甲 令到的拍檔 可以唱水浴 發揮得好 這個不容易 可能一個人 本身是很厲害的 但他跟不同的下巴 發揮可以差很遠 是 這個人是 其實千萬不要小看那個角色 就是等於一部電影 你某單都要錄影 千萬不要小看錄影 就好像周星馳很吳曼達 第二個是做不回這個效果的 你試一下 沒有了周星馳 現在翻牌的什麽 世龜 那些 或者你抄了什麽 什麽 乘購 就是抄別人 公夫乘購 抄銷出足球 要是愛國主義 就好像說 就日本仔過來 黑我們 是在那裏拿著素 我們一班爛鬼 就組 一隊波 林薛拉夫 就是打贏你 就是這些民族主義結果 就不能受得了 是 三十幾元 三十八 就是港幣 即是買一張票 這樣也可以 這些都是 哎 真是的 但是人民分天命 我現在看著你在旁邊 我就很想問 為什麼你會選擇做天命 首先 我頭盔很重 你不辛苦嗎 你說說五分鐘就要拍 隨時要說好鐘 為什麼要選擇做天命呢 頭盔的源頭其實是我們在Amazon那裡賣 美國的網站那時候有黑武士 然後有帝國暴風兵 還有Ant-Man 還有Iron Man 好像還有一個選擇 我不記得了 然後我們又覺得 他們那些太受歡迎太大陸了 我們不如做個特別的吧 我們就搞個最差的 因為這個頭盔雖然用了很久 差不多五年了 那時候買到幾萬個來好像二三千元 還要說我們那時候兩個都是生意出版的時候 其實都很當典的 真是 然後為什麼叫天命呢 其實很白癡的 我經常說話很激動 雖然現在笑了很多 有一段時間觀眾很喜歡說 天命啊你不要好像哭喪那樣 經常說一些不好的消息 不好的新聞 不開心的東西 但是我有時候說得激動太多 我不理他們 然後呢 更覺得激動太多就會說錯話 然後我經常在19年的時候 看到很多年輕人就出去了 然後我再說了一句 就不應該是這些年輕人出去的 就是要有事都是我這些人有事 嗯 然後我講了一句三十二之天命 是 因為其實應該是三十年而立五十之天命 然後我還要很大聲地說 然後說錯了 之後這個天命就變成了我的名字 哦 這樣啊 那有些故事都挺有趣的 是啊 是演出了的 還有就是譬如你說 那就是做你自己 其實那些人可能有時候覺得 想你怎樣怎樣 不要說那麼多這些 但是一個人你要做那麼久 或者真的要令到自己發揮 你真的要做回自己才行 因為不是角色扮演 做一個網台 你說做主持什麼都要做自己 是看你拜不拜他 你拜多少或者不拜多少 其實這些都是控制不到的 但是如果你要強行做角色扮演 就他們呢 很難長 因為你要戴著 即不是這隻面具 真的戴著假面具 不是那麼容易 就是 其實好像藝人明星一樣 看看大家需要些什麼 藝人明星 大家可能有一個期望投射 希望他一定是好人 他粉絲好 然後他本人的品德又高 但其實他未必是這樣 但他可能為了一盤生意 或者為了一個形象 他會展現到這樣 其實很多時候 一些特別的公眾人物的形象 很靠觀眾去投射些什麼 他們需要些什麼 然後可能他們就去 去情意些什麼出來 但是網台最好的地方就是 就是好像 那個漢政卿或者我 我們就是做自己就可以了 因為那些人買就是買 我就是喜歡你 不是你去裝些什麼 天命做自己 也有時候會受到一些評語 你初初不習慣 突然間有些人說 你都說錯話 你這個 誒 誒 誒 說話都不適合 你會不會 看到一些評語 會不會不開心 以前一定會 以前很不開心 如果不開心 整個星期有些 就是會是 一兩個個留言不開心 是的 可能有些留言說 哎呀你們 怎樣怎樣 你們是怎樣的 你們是壞的 你們是怎樣的 是的 我和你同一個政治合場 我都覺得你不好 或者你覺得你說我怎樣怎樣 太偏激了 以前是真的會不會開心 然後到後來 觀眾少了之後 就沒有了這些聲音 哈哈 OK 那也有個高說 就是你說 遺老 是的 但是你寧願是 多一些批評 可以擴展一些觀眾環 還是好像現在這樣 就是少一些 但是就是 比較對你是知音人 我覺得多批評 其實知不知音是 都多多多謝 那第二件事就是 其實知音都可以有批評的 是的 批評是好事 但是這個問題是 就是帶著惡意 我是 我今天就是叫康正不開心 我就說 可以康正你副眼鏡 很噁心 是的 只是說是 他是想說一些話 哎 康正你今天可能 衣服撞後面的背景 下次可能你認識 有些反差 那整個事情就好一點 那是 我們批評有不同的層次 我們去選一些適用的 去不要理一些 想你不開心的 那我覺得整件事就夠了 還有有時候 就是看留言 因為是文詞 可能本身那個人 就是打出來 你會想像他的語氣 其實可能 最後結的東西 都可以不同 有時候我都會結錯 是的 很大分別的可以 是的 所以 這個都不容易做 真的 所以如果大家 不想我們誤會你的留言 你再加一個emoji 在後面 就是笑笑 但是你可能說 就是這個真 你這樣說 你兩條嗨嗨 說些話都白癡的 然後給個笑笑笑笑 那我們的心也比較好 那去到 就是你說上年十月 他的家都有超過半年 嗯 那有沒有意欲繼續做下去呢 有 這件事本身是有意義的 當然 就是我們撇除 他的收入先 那 那 有些事是要記住的 嗯 另外就是 就是 還有雖然那個範圍 越來越窄 我們形容在香港 我們可以自由活動 自由趕熱的範圍 會越來越窄 但是 都會越來越多 陰濕的東西 加在我們的頭艇上面 我們說不理不看 只有負面新聞 負面消息 這樣搞一下的時候 原來真的 仍然在呼吸都應該要慶賀 那到時就大鑊了 嗯 那當然了 我們這節差不多 下一節 繼續問問你不同的問題 好